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说的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其实也是老话题了 就是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有的朋友没听到以前的 不太了解 我用两三句话介绍一下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 那个年代就是68到70年代前后 它是一个阶段 在四川的腹地 为了打通 建国以后 始终属于空白地带 只有水路相通的 武汉到重庆这一带 就是三峡 大家知道三峡 为了打通这个地方 要修一条战备铁路 实际上就是国防铁路 从湘凡 进厄东 玉西 陕南 进入川东 最后到达重庆 最早是到达成都 后来改线了 到达重庆 全部是深山峻林 开拓这么一条铁路 在经过沿线集结了铁道兵的几乎是70%以上的兵力 当时也就是铁道兵也就是11个军吧 相当于11个师相当于11个军 各地集结民工 还有学生组成的 后来有人叫学兵连 我一直不认为这个名字不是太好的 就应该就是学生连就得 学生民工 陕西地区就出了25800人 就在沿龙海县这一县 去了这么多人 学生 最小的12岁 最大的当然有社会青年 最多的是17岁16和17岁就是六九届和七灵届这两届学生 在并不很长的两年零八个多月有的到三年这一段时间内 正是国际形势非常紧张的这个时刻 我们在深山里钻了三年 不见天日的在深山里苦干了三年 打通了这条铁路 而现在这条铁路呢 由于这个三线战略的失误 这些铁路只能给大家留下一些 沉年沉痛的悲壮的记忆 而这个所有经历过这个铁路修建的 这个不管是士兵也罢 铁道兵也罢 还是民工也罢 还是学生 学生也罢 都各自留下了 已经无法挽回的自身的伤残 以及精神上的折磨 以致很多痛苦 至今缠绕着这些建设者 而在这铁路线 它叫湘域线 铁路线完成后两年左右的时候 毛泽东就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被非洲人民用轿子抬进联合国的 那时候加入了联合国 好像72年吧 总之我们在修这条铁路的时候 全国年产钢材不到三千万吨这种水平 所以我们修的铁路呢 修好了没有钢轨 大家都知道那个马记那个相声和唐吉忠那个相声提到的 唱的那个坦赞铁路那个友谊送那个相声 有印象吧 那时候修了一条 在非洲修了一条著名的坦赞铁路 我们国内的铁路 我们把路修好以后呢 就搁在那了 一直搁了几年 以至于那些信号灯呀什么全部被当地农民觉得是废物 慢慢慢慢就把它撬掉砍掉 以至后来又重新恢复 重新花了大价钱 花了大精力 然后重新恢复 才铺上了钢轨 为什么呢 年产钢材产量不到三千万吨的这种水平啊 只能供一条铁路 所以全给了坦赞 给了非洲 大家就知道72年 为什么非洲人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吧 哎 这件事 当然我们参加三线建设的人心智肚明啊 哎 这个说远了 我大概把这个情况介绍了一下 哎 我想说的是 在三线 我也是亲身参加了这个这条铁路的建设啊 因为当时不是下乡 就是修铁路 而且呢 必须是红五类才能去修铁路 因为是国防铁路啊 要保密啊 等等 有这种要求 黑五类不许去 那时候把学生就活生生的分成两派啊 铁道兵当时给我们讲的什么呢 就是红心头上带 红旗两面挂啊 就是你们就是铁道兵 虽然没有穿军装什么 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铁道兵 所以在年轻人 那种激情 面对人生 那种热情 何况又不下乡 直接跟着铁道兵走 等于参了一场军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写一写书的呀 干什么呢 争先恐后的去了这个三线 当时呢 三线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两件事 一个是饥饿 饿肚子啊 一个就是死亡 这个死亡啊千言万有难以表述啊 我以后可能会一点点的把这个透露出给大家 不像现在那个我们这个植物质 我所反聘的这个植物质公司里边还有一个死亡与什么生命与死亡的什么什么探讨 研制约哲学话题啊 专门有这样一个小组 他们在研究 天天在讨论这个话题啊 我那时候讨论的是 我是不愿意参加这个组织 我倒是有过动过这心思 我就想了死亡对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血淋淋 就是生命的逝去 就是我身边的熟人 我的邻居 我的楼上楼下 而且我住的那个眉眼所 我那个楼下 就是跟张嘉义我们一个院嘛 我们院理性 他肯定知道 就是在三线 就我楼下的邻居死了 就在山里 为了凭一个无好战士 从山上滑下来 跟铁道兵 军队保谈心 然后从山上滑了下来摔死了 我们无心谈死亡 当然你要是说这是个哲学话题 我也无言可对啊 我就讲一下 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有一次 我是蹭车啊 蹭铁道兵的车 铁道兵是什么车呢 他工程车 崇山峻林里修铁路 多是那种 解放牌翻斗车 我蹭这个车 这车按理说 这城市里是绝对不许拉人的 矮帮啊 到石沙可以自动翻起来 那种车 它就是工程用的 所以它上山下坡的 下到河沟里 马上是个沙石一弄 然后顺着那简易 临时挖散的公路 窄的不能错车 就这样一爬山道 一这样左右爬前 蛇行道 一爬到山顶 或者山腰在正极的公路上 再再往前走 所以那个一个车上 一个铁道兵 而且是三班岛 车也在干 后半夜也在干 就打一个车前灯 也漆黑一片 所以经常有这个车啊 就因为那个公路 就经常是沙石啊 非常疏松啊 所以都是临时修的路 有时候塌了 然后临时堆几块大石头 就把它架起来 所以这车经常就 从山上翻下去 哎 奇怪的是这个 死亡率倒是不是太高 像一个铁甲虫似的 然后这样翻下去 然后人还能爬出来 那往往都是一百多米 甚至两百米高啊 经常当然肯定会死人 但是往往还有存活下来的 我就有一次蹭车的时候 蹭铁道兵的车 到县里去的时候 蹭那么一段是一段吗 哎 我就问起这个事 我说你们怎么自救呢 一旦要翻车的时候 他说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钻到这个 架头底下啊 当然不是咱们这轿车啊 哎 是那个解放牌的车 它底下 它那个方向盘底下不是 有一个大概有个 不到一米八十公分长的一个 一个一个杆 操纵杆一伸到机器里边 在这个这个杆上面顶个方向盘嘛 他抓这个方向盘 一旦发生翻车的时候 他不顾一切的先 都钻到方向盘底下 头朝着那个闸 哎 那个闸板 头顶着闸板 哎 或者油门就顶着那地方 然后紧紧的抱着 屁股朝天啊 不是屁股 就是腰部朝天 然后抱着这个这个杆 这个方向盘稿 然后呢 背部大概就是背部靠下的 臀部这个地方使劲的顶着方向盘 这不是方向盘吗 从底下钻底下以后 背部朝上顶着这个方向盘 所以等于就是把一个人撑在里边 屁股顶着方向盘 头顶着闸板 哎 然后就这样 撑着 努力抱着这个杆 抱紧点 撑着撑紧点 把自己撑得满满的 哎 当然了 头要避开啊 避开这个二次冲撞啊 然后就这样在山上翻 翻翻滚滚 最后 变了光荡的掉了下 油都飞起来了 夸摘到河道里 当然这方法恐怕是不是什么科学的 也不是什么 那按现在来讲 那就只有等死了 对吧 解放牌车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气囊什么之类的 只有这样翻下山去啊 我说起这个事啊 就说起这么一件事 就想起这么一件事 同样也是我们这个 去三线的这个 咱们今天都讲的死亡故事啊 如果大家不敢听的话 可以避开啊 下面就是一个惨烈的一个死亡故事 发生在我们学生中间的啊 15岁到17岁这样的花林少女 她们当时去三线 这个女子连嘛 女子连一般都在河道里筛沙子 做这种工作啊 常年在冷水里侵泡啊 导致终生不育 这种情况现在特别多 15 17岁的孩子们 你想想又是女孩子 有一个陕西卫南 西安去的这个学生 主要分布在关中道啊 东同关西凤墙 在这条龙海线沿线啊 有 宝基 西安 东边卫南等等 这一线线的几十个线吧 卫南 我今天讲的这些学生是一个女生 是卫南的啊 现在是卫南这个学生 三线学生学生会啊 联谊会的会长 是个热心人啊 他叫张东霖啊 我们在三年前我采访过他 今天可以后边附上一段由他来讲述的这个死亡的故事的录像啊 他们当时呢是卫南地区啊去了这么多县 比如说铜关啊 这大家有人都熟悉啊 铜关 城县 林铜县 就冰马友那些 父亲 总书记的家 老家啊 耀县 渤城 白水 有这么多个县啊 就是 每个县派员 然后参与这个建设 他们这个连也是数个县组成的 学学女子联 他们当时是被铁道兵5847部队 四中队 二十年的军代表接取的 也就是从他们这个军代表当时呢 一套说辞里头啊 是当时都选了一些部队里边 善于表达的这些军人啊 给他们讲的 讲的什么呢 红心头顶带 两面红旗 两面挂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合着押韵啊 你们就是不穿军章的 铁道兵 是光荣的铁道兵啊 所以当时这些女孩子们就是唱着歌 一路卡着拉着啊 进了山 翻过琴里 到了大巴山 下面呢 我就请这个张董灵 来讲述他们的一段悲惨故事 我叫张董灵 我从17岁 依旧 7年3月 就是3月11号 参加三千坚持 当时只是个学生啊 从中才毕业 我们坐在货车上 一楼搞唱着 当时垂起啊 到那儿就没有啥吃 可怜的恨啊 跟你说 每天开番 都要大哭一唱 每天就是 开番的时候 一人一个摸 一口少不开的税 又起个黄兜 哎呀 就是为了这吃 把男作杂了 不让吃 大家都苦 都像假账 后来 我们苦的太厉害了 就是张鹏苦 一个张鹏苦 连着张鹏都苦 苦的是 把解放军哈 就是20年呀 18年 党时周围那个 那个还有几节年 都苦的 都围到张鹏看 不知道我们发生啥子了 你想哈 党时那个 那个情况哈 大家都在那苦 那声音多大呀 都是女娃呀 尤其是那女娃好苦呀 他们又想到他这一生啊 这么大点年龄 到了第一个 就男娃吃不饱 女娃在吃不饱 男娃更可乐 当时那边是女娃在那 说瘦的哈 那个简单哈 恨你多恨你多的 你想去装撒子 他不惯你板上几个人 年龄大 年龄孝 鸽子高 他不惯 到那你装撒子 如果是人家 把你装十五成 你装十三成 你板上回去 就要受处罚你 没有办法呀 为了解决这个 就是板上这个人 年龄孝 为了照顾那干不动嘛 那党实实干不动 那曾经哈在三千还干了一些自己微信的事情 没有办法 因为你是板上 你不微信 玩不成人物 微信 哎呀 就是说着对不起 当何人民 这就在这个中间哈 十字 两房 我给力头买过大石头 买过大石头 装撤你 你看玩不成人物 没办法 给地下 瞧瞧的能贴线 挖上机器 把汽车掀到那 汽车掀进去了 他不是就不给你算收了吗 只能用这个办法 弥补 你玩不成人物的那个 就没有像党子 就那大一点年龄 那你干不了 那你干不了 没办法 就是一个吃呀 一个女娃哈 就是党子 我小龙你 就派鹅板 小龙去了 那实在吃不饱 看龙民的狗 那党子 十六七的 鹅板算大的 十七岁 还有十五岁的 十六七的 我们就拿就是 就是小龙台石头的框子 把那狗 抠住 拿铁下把狗弄死 都弄个细脚盆 就是细练细脚 那一个盆 偷偷的弄到散上 把那狗皮 拨哈来 把那狗猪力吃了 最后 叫讲连里发现 又哪一次皮都 还有一个 就是我在给大家 谈一个 那精神 最难忘的事情 每次想起来 半夜都醒来了 当时我是 散牌十一半半正 我把一共十三个 年龄最小的是 十五岁 年龄大抵就是十七八岁 当时那就是头一天 头一天哈 就是说是我修工路 走路走的好好的 我摘了个爬铺子 摘了个爬铺子 袜子没拦 就是 就啊 领了个大扣子 北里就没出现 当时 往上送到威省座 封了三队 我想到这三队 就能够理明 第二天照上 齐垫躲个 吃完照番 接到连部同志 十一半 到撒狗 去装撒子 当时 鹅板同学高兴的 还尤其是那黄秀荣 在鹅板 很活泼 很活泼一个女娲 是为难铁种的 当时说是 调背毛剧调的口号 上到车上 还跟我说 班长再见 班长再见 当时看到 像着她呀 那么好的一个女娲 而且活泼 活生生的十个斩 又上了七车 在车上 活跳乱崩的 没有十分钟 就在鹅帘过去 怪网的那个 就是那个 散路怪网的那个地方 地下室 撒坦寒江 就在寒江边 车反车了 十个人呀 就跪下去了 当时黄秀荣就死了 十把连战 又抬上来的时候 黄秀荣就死了 那血啊流的 把这睡都流红了 那气车都睡成半截的了 当时 关影研究 花球龙死了以后 第二天 关影 成就五宵夜死了 到四个板 就死了两个 八个的同学 就都赏的赏 惨的惨 自己现在生活上 回来生活上 都有那个啥子 就在那一天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同学 还是同啊 那个好朋友 在营里 在年部 在房上 就是盖那个书指 夏天五年日 盖那个书指 从房上叼香了 把药甩断了 就那一天 他经过了人生的搏斗呀 他觉得 他嫌恶也没有菜 跑到书河 唱河 能睡 去看战友 给四老的战友 收拾东西 也得四老战友 扶牧来 想起来 给四的战友 穿衣服 想起来 现在就通信 后来就是说 回来以后 多次去散见 多次到飞墨给家 去看望他们 现在国上 每年求命 我都想着他们 就是在前一年 去年吧 我就到前 就是学家 那个 烈斯溜亚 修后了 我带上赤地 和我几个同学 我就过去了 刀上 我就做到 我就做到 那个啥 就做到 黄熊润和公安营的 飞墨中间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现在 也后来 也从 建员 也从那个啥 搬过来 也从书河 搬到这 搬新家了 相当于说 住上楼房了 我也安心了 我说我年龄 一天比一天大了 我也没有时间 我也没有经历 再看你们来了 我说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把你们 留到山下了 主省啊 最难忘的就是说 我把他们 留到山下了 我回来以后啊 提美党 想起这个事情啊 不管是 恶也罢 累也罢 我都都想得过去 我都想不到啊 就那么年轻的生命啊 就活生生 不见得在一块 整天和我 在一块吃饭睡觉 一散了 就是了 现在想起来 那八个啊 现在就后半省 还带来了 就是后半省 还给这八个 这又带了 又一哥 终生不能省鱼 又一哥 现在死 白白缠 缠神 还有一哥 已经死了 四个了 十个人 两个在外 死了 两个回来 身体也有毛病 也死了 所以说是 提示这个事 这就说是 这个事情啊 死我心里 永久不能过去 除死了 恶对 恶人生 除死了恶对 人生的感悟 为啥的 我觉得 这些战友 这那么小的年龄 他都会 散见他付出的 回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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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